圆井拔身涉水下切到溪地 总算找到老翁踪跌坐在西五旁 已经虚弱到动弹不得 这名老农夫大约五天前 不小心跌落溪水中 头部重创一度昏迷 后来又苏醒 这几天只靠着喝溪水 勉强维生 水先喝一喝 小王在拉绳子我们就上去了 不然这个路太陡了 结果圆井递给他的矿泉水 被激动落泪 幸好奄奄一息时被远景巡货 被搬运到平地后赶紧送医 70多岁的刘姓老翁 24号下午独自到南投仁伦林道旁 巡视水源 不慎跌落受困 儿子发现爸爸失踪了三天 焦急报案 警方先在路边发现老农夫的货车 凭着直觉一路搜寻 广西谷下街70公尺处 巡货受困溪底至老农 年日仅喝吸水勉强维生 本以为此次在捷南逃 见警方到场救援时激动落泪 老翁跌落吸水时 手机遗失附近偏僻无人 无论怎么呼救都没有用 这几天只靠着饮用吸水勉强维生 原本以为在捷南逃 幸好在最后关头被找到 当看到警消现身 老翁也忍不住激动落泪 获得救援 在地新闻吴宽宇 南投报道